斯洛伐克的总理菲佐 7号访问乌克兰 在边境城市乌日哥罗德 会见乌克兰总理石梅加尔氏表示 斯洛伐克不赞成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是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 并且将支持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以及在乌克兰领土排雷 人道主义援助和恢复重建等问题上 提供帮助 菲佐访问乌克兰也谈到了 洛斯石油天然气过境乌克兰的问题 但是遭到了乌方拒绝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 与乌克兰总理第二次在乌克兰边界城市乌士哥罗德会晤 菲佐再次表示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在加入欧盟问题上表示100%支持 斯洛伐克不会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障碍 一些国家反对乌克兰迅速成为欧盟成员 但布拉迪斯拉法表示支持乌克兰融入欧洲 乌克兰加入欧盟非常重要和有价值 斯洛伐克政府支持乌克兰所有和平计划 也支持泽连斯基总统及其和平方案 并表示将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在与菲佐会见时 乌克兰总理表示 在与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过境协议到期后 不会延长该协议 乌克兰的战略目标是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制裁 剥夺克里姆林宫出售天然气的利润 侵略者以此资助了战争 乌克兰呼吁所有欧盟国家完全拒绝来自俄罗斯联邦的石油和天然气 凤狂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